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纵修长大腿 性感满腰 让人眼睛大吃冰淇淋 乔妹到处识天变身人戏 在杂志抢仙带白纱体验当新嫁娘 她以一身希腊女神装 小鹿腰间 还大善修长眉腿 画面唯美性感 丝毫不怕忠老公宋仲西吃醋 心疼爱妻 眉露正脸 周杰伦喊话剧石墙森昆宁 最近正与剧石墙森拍摄好莱坞电影Sky Scraper 幸运一路看涨 而周杰伦也常常在IC上 分享与妻子之间的互动 她不仅飞去国外探班 最近又上穿一张相片 明明是贴剧石墙森的一个动态 却表达对妻子满满的爱意 相当甜蜜 周杰伦分享剧石墙森最先剧照的动态 并写下What can I say 只能 说你拿枪的背影不错 并标注昆宁 但画风一转 周杰伦也标注剧石墙森 喊话说以后拍照可不可以等你转身再拍 表示这张照片中仅有昆宁的背影 没让他一起入镜也太可惜 言谈间相当甜蜜 也引来不少周杰伦的歌迷喊话 希望举石墙森下次能买一张与昆宁合照的照片 昏迷到数十天 宋慧桥浪漫卷发造型曝光 宋慧桥月底将和宋仲基步入礼堂 近日登上南韩Vogue 杂志十一月看封面 他一头波浪卷发 展现浪漫妇媚的气息 转为人气身份倒数计时 粉丝也迫不期待等看宋慧桥的新娘Look 这是宋慧桥第五次登上该杂志封面 尽管已36岁 岁月在他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其实宋慧桥的13年前和Ring和拍的电视剧浪漫满无中就留过 波浪卷发型 不过当时长度较短 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 相隔13年登上杂志封面 宋慧桥的卷发成了浪漫成熟的感觉 尽管气质转变 粉丝大赞美意不变的是他的童言 鬼鬼吴应杰遭韩经纪公司放声 新歌陆美被苏兄喝出去 吴应杰 鬼鬼 推出新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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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南韩经纪公司的他喝出去 他去年收入近千万 为了这首歌很砸八百万元预算 忍不住惊呼 为了他 我去年赚的钱都快烧光 尽管没有大型经纪公司撑腰 他自组工作室 造型大奏性感风 露苏兄举美碑 展现雄心壮志 鬼鬼语韩经纪公司CGE和M约 满 靠自己去看新作 他说 今年在工作上发生了很多变动 会想做这张单曲 主要也是希望证明 给大家看我做得到 也想做出一张不让自己后悔的作品 新歌耗时半年多 中间还一度停滞 我身旁的朋友都以为我发单曲是说说的 加上中间讨论花了不少时间 让我一度想放弃 直到跑通告遇到黄子角 贵人一句话联醒他 他跟我说你上一张很成功啊 怎么不赶快再发新作品 时间 不等人 加油啊 让他有了动力看下去 他近来迷上性感的Zoomber舞蹈 偶然的机会接触到Zoomber 发现他的曲风很热情 也很随心 就跟我的个性一样 根本就是受我的骨 因此也把Zoomber元素融入歌曲之中 N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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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将在Hit FM首播 心疼爱奇梅露正脸 周杰伦喊话剧石墙森昆宁 最近正与剧石墙森拍摄好莱坞电影 Skyscraper 幸运一路看涨 而周杰伦也常常在Ig上 分享与妻子之间的互动 他不仅飞去国外探班 最近又上穿一张相片 明明是贴巨石墙森的一个动态 却表达对妻子满满的爱意 相当甜蜜 周杰伦分享巨石墙森最先剧照的动态 并写下What can I say 只能说你拿枪的背影不错 并标注昆宁 但画风一转 周杰伦也标注巨石墙森 喊话说以后 拍照可不可以等你转身再拍 表示这张照片中仅有昆宁的背影 没让他一起入镜也太可惜 言谈间相当甜蜜 也引来不少周杰伦的歌迷喊话 希望巨石墙森下次能买一张与昆宁合照的照片